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刘国林 我现在是在我的工作室里面 我是一直在做诚实密彩作品 就是把我的身体隐藏在一个背景里面 在从一定的特定的角度看 这个人好像看不见了 在头的特别来洗 好吧 OK 我今天做的这些作品是在 叫《消失在奥地利》的杂志 像这些杂志是来补及人的头脑 因为它只是看了封面 比如说像一些战争方面的 艳俗方面的 每个国家的领导人的一些政治事件 类似于画边新闻 不同的文字 然后有不同的面孔 不同的事件 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最早拍这个作品呢 就是在2005年的11月份 那是我当时所在的那个首家村国际艺术 有一个就是被政府拆掉 强行拆掉 当时就为了表达自己的抗议 其实就像是你打了 别人打了我以前 我要反击也很简单 我自我消解自己把自己消解怎么没问题吧 我遇到了什么 我用每一个作品去尝试去解答这个 更多的是基于在中国这种现阶段 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忧虑 就是作为一个个体 和一个环境的关系 你不是被环境所吞噬掉 就是自己 不是主动还是被动 总是会被环境被吞噬掉 或者作为一个个体 你可能一百年活得够多了吧 那你在整个的这个历史中 你作为一个第一个点 你怎么来展示自己